主要是在美国所支持的俄乌战争 还有美国所发起的抗中 围堵中国的战争当中 它的经济层面影响非常大 我们先来看巴菲特 全球赫赫有名的股神 很多人跟着他买股票 那过去他怎么判断一个股票 他从来不炒短线 他都报长线 他说如果一档股票 你不想拥有超过十年 你就不要买 但是现在不是情况有变 就很遗憾的 一个专业的 我们看到财经专家 他不能从专业的判断 来这个判断这个股票 到底是好不好 前阵的他大卖 我们的台积电对不对 卖了好多好多 现在他又开始 大卖大陆电动车大厂比亚迪 四月份他才刚刚赞美 比亚迪是一家非凡的企业 但是他不得不抛手 套现了台币大概十八亿左右 他旗下的公司持股比亚迪 十四年长期持股 因为看好嘛 看好未来的发展 从2022年8月24首次减持 短短八个多月连续十一次到货 这个持股的比例不断的下降 在去年什么时候低度减持 去年八月份共机所台 裴洛西来台的时候 是不是 好问一下这个杨明 怎么看待这个美国 现在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经济上的危机 对所以现在美国 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他六月一号 这个美债的违约的期限就要到了 所以这样五月十一号了 二十天不到 二十天不到 等于说不到三个礼拜 这等于是美国现在整个政坛最重要的 重中之重的议题 那为什么你看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特报 泽伦斯基说哎呀我还在等啊 等什么等什么 就在等美国啊 因为美国没有把这个 拜登是说他连有可能 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 连G7他都不去了 他必须要 他身为一个国家元首 他必须要把这个 对他这个国家经济最攸关 自为重要的这个问题解决掉 因为这个问题一旦六月一号以前 没有办法把这个举债上线 往上提的话 美国的经济会马上的崩坏 虽然他可能 比如说拖一两个月 那就是你崩坏到什么程度才救回来 可是他对于现在美国来讲 他一定连崩坏的那一天 他都不想要发生 可是呢因为现在共和党 在野党是拿这个东西跟 拜登等于是拿条件来谈嘛 那就是说在众议院 他们是要有一个交换条件的 是未来十年你政府的这个 这个开支是要缩减 我才同意你调长 那可是对于 好你看哦 拜登上个礼拜 才签了你看五亿 拨给台湾军援 如果今天未来政府要 缩减开支 对于执政党来讲永远都是 他们就是觉得我这样 我施展不开 你可不可以只要调高 我的举债上线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的角力里面 拜登如果没有办法说服在野党 可是现在在美国又是一个 朝野对立很严重的状态 那最后这个地雷到底会不会爆炸 那是一个定时 应该说定时炸弹 因为就在那一天 6月1号 那现在拜登把这个冗生 叶伦他很努力 一定是很努力 就算 就算今天6月1号 他们用所谓的 非常规的模式 没有调高举 他们可以撑一下 就是说用一些政府财政的这个措施 这个准结措施 撑一下 但是那个的后座力会很强 因为比如说 比如说刚刚讲到美元的地位 包括你很多的国家持有你的这个国债 会大量的抛出 大量的出脱 那对美国的整个国际的这种所谓的 这个公信力 它的那个货币地位可能会 你知道我们之前像刚刚秀芳姐讲的 很多人说人民币现在在崛起 崛起了很努力 乌二战争这个几率 它也只崛起一点点 可是一旦美国的这个债务风暴 一旦爆发 那有可能它的崩垮的速度 会超过人民币崛起的速度 所以美国绝对不希望这个事件发生 现在整个美国的 整个国家的机器 整个的国会也好 整个的他们 我觉得他们整个经济体的运作 都在关心这个议题 甚至全球其实都在关注 到底会不会发生 他们所不想看到的 而这也是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 最近中国大陆态度能够比较 相对来讲 抬头领袖 我不需要跟你低头 因为你有所求 但当然了 这个拜登身边团队 不是省油的灯 现在想到一个 这个陶价波有没有 讨厌 麦卡仙讨厌 我才不要跟他妥协 所以找到了一个答案 就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的修正案 未来要绕过美国国会来发债 有没有 继续发债 不要怕 那联动还很大 包括我们看到在美国发动的 这个围堵 晶片战争当中 当然大陆受创也很严重 其中印度看到有机可乘 印度就重启了 大概一百亿美元奖励的补助 来吸引国际的晶圆厂 当然南亚很多国家 眼睛一亮 那路透社报导说 印度政府的承诺 要新建晶圆厂的成本 提供一半的资金 只要来的话 成本资金一半 我补助你 那最初只给这个企业四十五天提交 但后来发现很踊跃 时间不够 所以延长 这个印度很有诚意 季大使 我先讲印度这个晶圆厂 其实他们 他们这个 要晶圆厂要了很多年了 而且 十几年跟台湾直接开口 他们要帮我盖晶圆厂 那时候我们国内的主管 主管单位就说 为什么要给你印度 你知道晶圆厂对我们多重要吗 我干嘛要培养你 可是印度的问题就变成说 印度常常他们就是说 自我感觉很良好 晶圆厂这个要设置 不是那么容易的 像这个张忠谋常常就讲说 晶圆厂为什么在 台积电为什么要选择台湾 他说因为台湾人 吃苦耐劳 他这四个字很重要 那今天印度能不能 印度人能不能吃苦耐劳 我想前一阵子我们讲 我们台湾有一家在印度投资 很久的厂商想要撤资 常常起什么问题 劳资就分 然后他们跟印度工人 里面又分了很多派 因为他这个里面 族群语言非常复杂 那彼此之间分了很多派 你要去跟他里面去打交道 你还要找一个中间人 去跟他们协调 所以光这个劳资关系的 相处来讲的话 印度就非常的困难 那印度事实上 他们的软体在发展电脑 软体很厉害 因为他们数学很好 数学很好 所以很多这些软体公司 都outsource给印度的公司 数学很好 并不表示他们在制造的 这个领域上里面 他们一样同样的好 而且印度基本上 他的这个 稍微好一点的这种 所谓的像这种科技大学 他们事实上也很抢手 没有办法像我们台湾 这么群聚一个台青交 这三所大学提供我们这个 这个新竹几个科学工业人员区 这个不断源源不断的 这个工程师的人才 印度这方面的教育水准不够 教育水准不够 所以就是说你要去印度去设厂的话 他的整个配套措施是做不出来 我去过他的那个叫Bengalow 是他印度的矽谷 印度的中部 你进去看 只有一小块看起来很现代化 离开那个中心区里面 就变成就传统印度 满街垃圾 乞丐 然后交通一塌糊涂 印度人开车 都跟你保持大概两公分的左右 三公分左右距离 你在印度你坐车你会吓死 每个车都从你旁边插过 很多车上都是插撞的痕迹 就一直按 生活的环境的品质 没有办法提高的话 你怎么能够让一大批的 这些好的工程师 要国外的工程师 到你那边去住 我却是参加过 我参观过我们台湾 在印度的一个厂子 他们那一组人去印度 真的是 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他们 他们三个月回去一次 非得回去一次 然后他们在印度 带一缸厂的印度工人的时候 也是很辛苦的 然后台湾的干部去 真的要吃也不行 然后出去语言也不通 然后出去也没遇乐 我跟你讲 在那个印度 连中餐馆都很少 所以我觉得 这个印度的 这个整个配套措施 他讲这些 100亿美元 你可以设一个厂 可是你没有周边环境的话 配套措施不够的话 你是做不起来的 那比亚迪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他这个股票 第一个 他已经拿了14年 他还不卖吗 该卖了 现在是好的时机 就是兑现的时候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 任何的这些产业的 投资者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政治环境动荡 然后这个政治环境 又有军 又有作战的可能 那时候 我觉得他这个风险 他一条 他就把股票 股票就出掉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比亚迪公司 本身的问题 跟我们台积电一样 对 也不是台积电 它基本上是大环境的问题 那也说实话 14年 已经涨了 涨了不了多少倍了 干脆落袋尾安吧 对 也没有亏嘛 嗯